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程中,欢迎学习简明法语教程 特别去讲过的,这样的一些比较灵活的知识了 尤其是在词汇辨析方面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四题,它是要求我们选词填空,对吧 那有些同学呢,看到这些词可能其中就有几个不认识的 我们可以首先一起来简单的看一看它们大致上的区别 我们首先一眼看上去呢,会发现它们都应该讲的是一个后果 那也和我们这一刻的主题有一定联系了,对吧 关于后果的表达 那么第一个,la reaction 它所对应的动词呢,是reagir 所以它指的应该是一个反应,反响 我们注意它是有反应这样的一个动作在里面的 而不是单单的一个后果和影响,对吧 所以我们记住它和reagir的关系会在选择的时候呢,更加的清晰一些 那么第二个词,le contrego,可能就是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了 它呢,同样指的是影响和后果 那我们可以首先看看gontoku它的原意 那在拼写上面呢,可以是中间有一个连字符连接的,也可以是直接连在一起的 那我们从它的词形上判断,gont表示反向的,反面的 le contrego呢,经常用来指一记,那种用力的感觉 所以le contrego它的原意指的是弹回来,撞回来的那一下 或者是一些反作用力 这个叫做gontoku,那引申出来呢,就可以指一些事情它的一个影响和后果 不过这种后果影响呢,一般来说是indirect,比较间接的一个影响 le contrego 那很明显它指的是一个事情的结果 先有这件事,然后有它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这个我们比较熟悉了,就是影响 那一般我们会说 对某事产生很大的影响 或者avoir une grande influence sur 还可以用哪一个词呢 exercer une grande influence sur 所以跟influence搭配的动词我们也可以记一下 avoir,porter,或者exercer都是比较常见的搭配 好,后面的这个名词呢,和porter有关系了 它叫做la porter 它呢,也可以用来指影响 那我们也同样从它的本意去进行一个区分啊 la porter,本身呢,它其实指的是一个范围 是什么东西的范围呢 我们打枪,或者打炮 它所能影响到,波及到的一个范围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射程 这个叫做la porter 或者是比如说雷达它所能检测到的范围 也可以用porter来表示 我们目所能及的范围 同样用porter 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它所指的这个影响 一般指的是一个影响范围 所以它所指的这个影响呢 一般是多方面的 然后面向的东西很广的 而且呢,比较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些影响 比如说 这次外交的访问呢 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意义 这是我们今天新学到的一个 表示意义影响的词 la porter 好,那接下来的一个consequence呢 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了 它一般用来指后果 对吧 la conséquence 好,了解了这些词的大致意思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一看 在这六句话里面 我们分别填哪一个是最合适的 第一题 那通过刚才Leo宁老师给大家的补充 应该很好看出来这一题 因为它有一个动词exercer 它经常是会和influence放在一起用的 而且这里很明显是exercer une influence sur quelqu'un 这里的milieu呢 指的就不是正中间了 而是社会当中的阶层 它所生活的那个阶层呢 对于这个孩子有着很大的影响 exerce sur l'enfant une influence profonde 而且其实后面的profonde 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啊 前面应该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从他很小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一个影响了 考虑到我们目前资金的缺乏 有些同学说这句话 我怎么也看不出来是资金的缺乏 可能一些忘性比较大的同学 根本就看不懂这句话 那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首先他前面用到了一个什么 考虑到什么什么 那他考虑到的是什么呢 les faibles moyens moyens要注意 他在这里指的不是方法了 他在做复述的时候 经常指的是手上的财产资金 don nous disposons 这里用到的是disposé这个动词 他有一个很常见的用法 disposé de quelque chose 拥有模样东西 这样东西是我所能够自己支配的 这个叫做disposé de quelque chose 所以这样来看呢 这句话就很明显了意义 étant donné les faibles moyens dont nous disposons 考虑到我们资金非常的faible 就是很弱了 很少了 note action 我们的这个行为呢 ne pourra pas avoir que chema limité 因为没有钱 所以我们的这一行动呢 只能在很有限的范围里面 去造成一些影响了 既然有一个范围的概念 而且他后面有说limité 有限的 对吧 我们可以用到 la portée 这个词 就是我的这个行动 所可以影响到的 这样的一个范围 note action ne pourra pas avoir quine portée limitée 它只能造成 小范围的一个影响了 et la troisième la violence du discours a provoqué che l'auditoire chema de colère la violence du discours 它的这场演讲当中 一些比较 过激的 粗暴的言论 la violence 除了指 暴力之外 也可以指 言论当中 那些粗暴的内容 a provoqué 引起了 在哪里引起了呢 che l'auditoire 在听众当中 引起了 一个什么 de colère 那就是一个 非常生气 愤怒的 这样的一个反响 那这样有 反响 反馈 的意思 我们最合适的 当然应该选 la reaction la violence du discours a provoqué che l'auditoire une reaction de colère 引起他们 一个愤怒的反应 好 下面第四题呢 后面要说的这件事情呢 还没有真正被统计 所正式出来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 que l'accroissement de la délinquance 犯罪量的增加 accroître 是增加的动词 那么它的一个名字形式呢 是 l'accroissement l'accroissement de la délinquance 犯罪行为 犯罪量的增加 soit 什么 inévitable de la suppression de la peine de mort la peine de mort 死刑 那么 la suppression呢 和它对应的一个动词 是supprimer 取消 所以 la suppression de la peine de mort 就是 废除死刑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事实上的数据统计呢 还没有能够真正的证实 犯罪量的增加 是 废除死刑的一个行为的结果 那 结果这个词呢 在上面六个名词里面 resultat和consequence 都可以用 对吧 但是一般 resultat呢 会指一些相对来说 比较中性的结果 而consequence呢 一般指比较严重的 不太好的结果 后果 比较多 这是一个变析的角度 还有呢 其实 韵呢 已经给了我们提示了 应该要用 阴性的名词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选出来 这里应该是 tien consequence 这个词 这句话也比较长啊 那其中一个 比如说 死刑 还有死刑的废除 犯罪行为 还有增加 这些词呢 都值得我们自己 在课外补充 然后去记忆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五句 les prix agricoles 农产品的价格 subisse 那它的动物 原先是subir 正在遭受 忍受着后面的一个情况 什么的情况呢 这需要我们填的 肯定是什么的后果 影响 des importations massives 因为大量的产品 进口所带来的 这个影响 那这里我们应该填什么呢 还剩下哪两个词 一个是le contrego 还有一个是le result 那我们会看到 这里仍然是一个 比较不好的影响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经常会用 contrego 来表达 因为前面这件事情 所带来的一些 可能并不是直接的 但是 比较消极的影响 所以呢 contrego 这个词 其实也经常和subir 这个动词 连在一起用 subir le contrego de quelque chose 比如说 这个工厂呢 现在正在遭受着 之前那场危机 la crise 所带来的一些 不怎么好的影响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 这个动词 放在一起来 subir le contrego 那么最后 第六题呢 我们还剩最后一个答案了 对吧 这里可能又有几个生词 或者是没有那么熟悉的词 对吧 第一个 它指的是一些 提前的预防措施 第二个动词呢 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 resultat后面的那个形容词 décevant 看看大家能不能自己判断出来 它是哪一个动词的 现在分词形式 演变而来的呢 就是décevant 使某人失望 所以 être décevant 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让人很失望的 那être décevant呢 一般指 这个人自己 很失望 或者是被 别人弄得绝望了 être décevant 所以这里的décevant 是修饰前面的resultat 令人失望的一些结果 那 这样的一些预防措施呢 并没有什么作用 它仅仅是 带来了一些 令人失望的结果 那我们看到 resultat 它所指的这个结果影响呢 一般是 比较有针对性的 一件事情呢 带来一个结果 或者带来一些结果 它的因果逻辑呢 还是比较清晰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 课后的第六题了 同样也是一个词汇的选择 让我们选出 和原句当中 这些飙黑的词 意思相近 或者相同的一个表达 那我们也可以自己 先选一选 这边这题呢 可能只有几个词 是我们以前不太认识的 其他的应该 大家能做出来 那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第一题这个呢 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Notre service 意思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们的这项服务呢 有能力 为大家提供 所有需要的信息 好那第二题呢 其实有点考察到 我们构词法上面的知识了 对吧 这里这个动词 以前没有见过 叫做 但是很明显 它是爱这个前词 加上如何这个词根 所构成的一个动词了 那我们回忆一下 爱的前词 可以表达哪些意思呢 首先它可以指一个反译 对吧 比如说normal 正常的 不正常的 那它还有一个用法呢 使进入某一种状态 比如说 饭是饿 爱饭美 使某人感到饿 这都是我们以前见过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前缀呢 它也有 metre 或者donner 这样的意思 对不对 因此这里的 ajourner 其实它指的是 metre à notre jour 或者我们更明确一点的说 是 就是把它放到 另外一天去 也就是把它推迟了 不过在这里 这个前缀的意思呢 隐身的有点远了 所以 大家自己判断的时候 想不到呢 也是正常的 不过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来记住这个词 ajourner 就是延迟 推迟 放到另外一天的意思 所以在这四个选项当中 à mettre fin 结束 les comment c 开始 c mètre ajour 可能很多同学会选这一项啊 但是我们注意了 mètre ajour 以前是讲过的 它指的是update 就是把它更新到 每天最新的一个情况 版本 这个叫mètre ajour 所以在这里呢 也是不合适的 d选项 remettre à plus tard 就是延迟 推迟 所以这条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d les circonstances nous ont obligé à ajourner le débat 现在的情况呢 让我们不得不 把这个dipat的时间延期了 那其实我们从g1去判断的话呢 应该也可以选到d这个答案 对吧 好 接下来第三题很简单啦 être doué de quelque chose 有什么什么的天赋 能力 这是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词啦 所以 在这里 il est doué d'une grande capacité de travail 它有很强的工作能力 那应该是 il possède une grande capacité de travail 所以这一题应该没有问题啦 第四题 vous devez faire en sorte que vous soyez tenu au courant 这个比较难了 对吧 我们先看句1 vous devez 你应该 怎么怎么样 那后面的 nous soyons tenu au courant呢 就是 我们 是 了解这件事情的整个进程的 tenir quelqu'un au courant 让某人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把前后两句连在一起的话呢 从中文的逻辑判断应该是 你应该 确保 应该保证 我们是 有知情权的 知道这件事情的 这个时候 其实很多同学就会回忆起我们之前讲的veillet这个动词了 对吧 veillet à ce que 加上subjective 就是指确保什么事情 make sure that 所以这道题呢 选出a应该不难 但是我们也可以记住 题杆当中的这个表达 faire en sorte que 它和veillet à ce que 其实是一个意思啦 那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它的几种不同的用法 首先我们可以直接说 faire en sorte de 什么什么 那就相当于veillet à 直接加名词 或者直接加一个动词的不定词了 或者呢 faire en sorte que 加上subjective 那就相当于veillet à ce que make sure that 尤其呢我们要注意 这个faire en sorte que 和我们以前学过的 de sorte que 它的区别 很明显了对吧 faire en sorte que 是确保 确认 而de sorte que呢 是 不可 为了 我们掌握好这个区别 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第五题 les troupes 这些军队 on on franchi la linee de cesse le feu ier soir 首先这里的la linee de cesse le feu 应该很简单吧 cesse 停止 cesse le feu呢 就停火 la linee de cesse le feu 停火线 停战线 les troupes on franchi la linee hier soir 他们昨晚呢 越过了这个 停火线 franchi 和我们都是认识的 那么下面哪一个词 可以和他表示 同样的意思呢 a on tattain attain 是attendre 的 过去分子形式 它指的是 到达 所以和franchi 和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b onchanger 改变了 那就完全不对了 对吧 穿过 越过了 所以c选项是正确的 d ontrassi trassi 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有个名字 une trace 可以指足迹 或者留下的痕迹 所以tassi呢 就是留下痕迹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指的是 画出 滑出 比如说画一条直线 trassi une linee droite 或者勾勒 描出 这样的意思 他们是昨天晚上 把这个停战线画上去了吗 所以也不合适啊 这条题目 我们应该选 c traversi 那最后第六题 非常简单啦 只要同学们 以前有认真听课 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雷老师还专门给大家 总结过 怎么说解雇某人 我们可以说 license 或者是 还有一个词呢 叫做 对吧 不过它一般是指 我们自己辞职 用 比较多 如果是 打别人辞退呢 我们会用 的情况比较多了 所以这条题 我们可以比较轻松的 选出 被选项啦 有没有同学选 A 因为 可能你知道 有一个名词 叫做 就是 许可证 执照 或者文凭的意思 比如说 文学的学士文凭 我们会叫 license s lettres 这个s呢 用在这个文凭当中 情况比较多 其实就是 这方面的一个学位 license s lettres 那我们还有 license s science 其实就相当于 on了 但是它在文凭上面 用的很多 我们还有 la license d'importation 进口许可证 所以很多同学 就会把 license 这个动词和 license 联系起来 觉得它是 给某人发一个 凭证的意思 所以你选了 A呢 老师 不怪你 但是以后 我们要记住了 这两个词 其实意思差别蛮大的 那 license 这个动词 指的是解散 潜散 或者把某人 给辞退了 那犯过一次错以后呢 相信大家就 会印象比较深刻了 来做几道练习 巩固学过的内容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作詞・作曲 李宗盛